查理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 还有这个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来聊这系列的第二本书 对不对 多敲一恨 来先跟一样先把我们这个作者介绍一下 这个雷恩他自己本身上 上一次我们在讲这个最长的一日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军事记者 那做军事记者以后 几乎没有战争了以后 他要去一些杂志认职 或媒体上认职都有一点困难 当然他就希望说自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老兵的故事都写下来 所以后来他就做了这个最长的一日 最长一日其实他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去把它写完 那写完的时候 其实他是得到了一个读者文哉的一个资助 让他可以把这个计划给完成 所以后来写了一本就是大概中文翻译出来 大概有15万字的一本书 非常非常轰动 甚至连这个好莱坞 也因为这样子 而马上说就买了他书的版权 去拍了这个电影 那雷恩他在这之后呢 后来再写了一本 这样这个柏林之战的一场战役 那这本书叫《最后一亿》 那我们现在也在制作当中 那最后才写了这一本 《夺巧遗恨》 《A Bridge Too Far》 这本书是在他临终前一年才完成的作品 就是他把它 因为他后来患了癌症 他就花了就是他生命最后最后的这个时刻 就把这本书给做完 那我们这本书 很多人拿到的时候都吓到 好像钻块一样 没有灌水 真的是钻块一样 大概33万字 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里面有一些地图 很多的地图 还有很多的照片 其实这本书成为雷恩他的一生之中最后 也是最大 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评论 都这样子来称呼这本书 那甚至很多书中的一些将军 比如说这个八十二空僵士的这个格文 他自己看了以后 他也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能够非常很好的表达 当时盟军他们去攻打这个荷兰的几个城市的几座桥 所遭遇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故事 非常真实的表达出来 那雷恩他写完这本书隔年 就是出版了以后 应该在交稿了一年以后才出版 那他在出版之前大概就过世了 接下来跟我们讲这个时间好不好 这个《市场花园作战》 英文是叫做Operation Market Garden 他是把两个行动 市场就是这个空降军 或空降部队 花园就是这个地面的这个装甲部队 那事件是发生在1944年的9月17号 也就是诺曼迪登陆之后的三个多月 当时1944年6月6号 诺曼迪登陆以后呢 德军他们在这个法国的防线 整个很快的整个崩溃了 那他崩溃了以后一直往后面撤 就是战线已经不能够保持很完整的这个状况底下 盟军也不断的往这个他们内陆深入进去 那一部分的是直接就是退到德国那边去了 一部分是经由荷兰这个管道 要退到他们的德国北部这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许多来自于这个比利时 来自这个荷兰的这个地下部队 这个所谓的反抗军 然后地下组织的反抗军 他们这些情报人员一直不断的往伦敦送这个情报 说德军啊溃不成军了 那现在要攻击他们是最好的时机了等等 那盟总这边其实他们一直也收到这样子的消息 也每一次他们都在规划下一次的作战要怎么做 当时其实所有盟军或者联军的这个部队 几乎都已经在这个欧洲大陆上面 在各个战线上面作战了 唯一闲闲没事做的就是好几个美国跟英国的这个空降部队 他们自从在这个诺曼地登陆攻击了一个多月 结束了以后他们的行动结束以后 就撤回英国来这边做修整整补人员的补充 还有就是一些装备的补充等等 准备着在下一次的作战再把他们派上场 所以他们在英国后来就等 或者说他们在等待很久的一段时间 其实在这个过程他们一直都有一些行动安排 都是准备好了做好了所有的情报 做好了所有的简报 就准备要出发的时候 最后却因为这个地面部队的快速 这个前进到他们的战线 使他们的任务最后是取消的 比如说登上飞机前一天或者前一晚上说 明天任务取消了这样子 这些空枪部队他们在准备 然后戒备 然后又待命然后又取消 等等这个过程一直重复 所以到最后他们也是有点不耐烦 也觉得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再重新回去战场 尤其是空枪部队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这个地面部队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精锐的部队 看过这个Nomanty大工匠的朋友都知道 像美国的空枪师来讲的话 当时美国步兵一个人可以领50块的月缝 那空枪部队可以再领50 再领50块的月缝 所以他们当时是领100块美金的月缝 所以薪水是比一般的步兵再多一倍的 所以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价值是比步兵再贵一倍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作战任务一直没有办法 得到许可的情况底下 他们只能够在伦敦待命 在英国待命 所以当时在战略方面 这个蒙哥玛丽跟艾森豪 他们有经过一番的激烈的一个讨论 说我们怎么样去把德国 可以阻击在他们的莱茵河之前 使得他们可以打开通往莱茵河的道路 那因为我们知道 莱茵河是德国西部这边最主要的一个河流 那它流津的范围很长 然后它河宽又很宽 而且又很急 所以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去跨过这边 所以当时一个想法就是说 经由比利时跟荷兰这边打过去 最后在德国的西边这边囤兵 然后就攻进去了 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很多人都觉得说二战可以在1944年的10月 也就是圣诞节之前可以结束 当时都非常非常乐观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 他们觉得说因为以目前当下 德国它这个部队的退却的这个速度来看的话 也没有人可以领导了 他们也觉得说希特勒也已经放弃了 所以他们觉得是可成的 也在这个背景几下才有了这个市场花园作战的这个想法 就是想要趁胜追击就对 对没有错 其实真的空降下去发现结果不如预期对不对 对 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蒙哥马利就拿到了这个主导权 艾森豪就全部交给蒙哥马利去做这个 兵力的运用 蒙哥马利他提出很多要求了 比如说他说那我去做这个作战的时候 我的后勤 我所有的资源你全部都要给我 他所谓的全部都要给我就是 现在在战线上面的比如说巴顿 他的虽然他的部队的这个前进的速度也是很快 那他一声零下他说不准再给他了 把他该给他的资源全部都分给我 所以当时也引起这个巴顿的非常不满 那因为这一次的作战 老实说他都抱持说说可能可以成 有这种心态 所以就把所有的资源投入给他了 包括运输机包括战斗机地面部队 所有的装甲部队 那当然最重要是油料 所有的补给全部都给他了 所以当时蒙哥玛丽就一副日就是我了啦 老子这一次一定可以干一票大的 就把德军给击败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选定了好几座桥 好几个城市 从1014负责的这个恩浩芬 或者我们说艾红芬 然后就是这个82师负责的这个奈美根 一直到英国第一空降师所负责的这个安衡等等 好几个城市的桥梁都要在同一时间里面夺取下来 然后呢不要让这个德军把它给炸毁嘛 然后一个英军的这个这个装甲部队 这个沿着这些桥梁这个高速公路一直往北走 一直去到这个安衡的这个大桥为止 这个计划做做起来的时候看起来 大家就哇真的是可能做得到哦没有问题啊 但是很快的他们在第一座桥就在这个1014所负责的范围 在最有一座桥被炸掉了 炸掉了以后他们需要花两天时间 再把它建一条便桥 对 盖一条便桥再让它过去 那后来再过去以后在奈美根又发生了这个德军 虽然他们有这炸桥 但是他们德军他们聚守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一直过不去 最后这个82空枪设计他们只能用一个木舟啊 就是用木头跟帆布做好的简易的小艇啊 小小帆船啊 用划船的过去对岸 然后去把这个德军的据点给打下来 然后同时啊英军的这个装甲部队也冲过桥去 那印错阳差的就是 当时那个要把桥给炸掉那个引线 不懂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那个那个桥就炸不起来的啊 所以德军当时就想说啊完了 这边距离那个安恒啊 就是最后的一条大桥 距离没有多远的也才十几公里而已啊 所以他们说德军那时候已经有一种说啊完蛋了 我们一定要几地把他们挡在这个安恒桥之前 那印军的装甲部队 他是降落在这个安恒桥的北边 但是这个地面部队要从安恒桥的南边打过来 当时的德军就夹在中间 还有也夹在这个安恒的英军的北边 所以你要说就看谁的部队的力量比较大 就是谁夹谁嘛 那假如那个力量比较小的 当然就被人家夹嘛 那英军当时他们一个师已经过去了 但是他们当时因为分散 一部分的人是降落在他们降落的离开那个安恒桥比较远 要利用行走的方式去到那个桥梁那边把他守下来 当这个第一空架是第二营的这个营长 带着部队去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然后到那边也发生了激战 他有一个问题 英国当时英军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或者很大的麻烦 无线电当时不能用 所以桥头的部队有没有到桥头 那个师部根本就不知道 大家只能用拆的 那师部他在哪里 他们本国这边也不知道 就英国这边的后方的指挥部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每天送来的这个补给 都没有投落到他们所占据空降的场地那边去 比如说他们也预定好了 我今天在A点 然后每天我就会投降落伞下来都是吃的 跟弹药投给你 结果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占领 而且是被德军占领 所以他们直接吃的跟弹药 全部都投到德军的手上去 送给德军 那德军其实他当时因为一直战败 他很多的资源根本就是缺乏的 结果他是用英军的吃英军的口粮 然后用英军的子弹跟枪支来打英军 所以当时英军真的很惨 他只能且战且走 甚至后来他们那个战线就一直缩小 一直缩小一直缩小 甚至是他们这个安恒桥的这个守军 就完全就投降了 等到第一空降是他们发现说 我的这个目标已经达不成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要撤退了 那因为他们已经困在这个安恒桥的北边 那他要过来的话他要渡河 要渡河 所以当时他们也想办法怎么过来 做了很多的安排 这个在书里面都有提到 那德军当时他们的战线也一直在收缩 一直收缩一直收缩 也准备要收拾你们这样子 就包围 包围你的一种心态 当然 最后第一空降是他们是逃出来了 他们的司长 厄格特他后来他是想说 我带了一万多人进去 我带出来的人不到三千 其实作为一个司长他心里面是很痛的 当然去掉这个数字不见得都死掉了 很多是被俘虏的 但你想说我整个部队就没有了 我这个部队就要重新 这个番号要重新再建立 我在招人进来 其实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尤其是作为一个指挥官 他又是第一次指挥部队去做这个空降作战 所以他当时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那我们再讲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况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前几年 我们说叙利亚的这一个 他们也发生内战 他们的老百姓不是有都带一起的白色的头盔 然后去救那些受到战火牵连的自己的同胞 所以就后来还说要提名他们得这个 诺贝尔和平讲 其实当时在这个安恒那边的作战的时候 荷兰的民众他们就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们穿起了白袍带起了这个白色的安全头盔 去把那些不光是老百姓 把英军甚至受伤的德军 把他们都收容起来给他们挤救 就希望说他们不要被在战火之中被打死 那甚至这些人即使你穿真全身白的可能开枪或开炮也会把你打死 所以他们的一举其实在当时七十几年前就已经做过了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下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状况 就是两边打到后面的时候大家都很辛苦了 那英军这边的军医他们就发电报去跟德军这边讲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病人受伤的伤兵 包括我们的包括你的都躺在医院里面 因为后来他变得在一个饭店里面的一个地方 临时做成野战医院 但是德军的炮火是不长眼的 他都会往这个地方打 所以他后来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些人全部都带走 德军的英军的你都带走受伤的 反正你都带走 带走以后我们再看后面怎么样 结果真的是停火然后把上兵全部运走 运走了以后过了几个小时后又打起来 这个在当时我们可以说是 在二战我们至少还有这一种比较盛世的这一种 或者说比较这种歧视精神的这种事情在发生 当然在现代可能就比较不可能 作为二战的一段历史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安恒的这一段作战 虽然对盟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但是反而在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心的光辉面 即使在发生战争的情况底下 尤其是当他们荷兰的老百姓 他们为了阻绝德军一直往他们的城市来攻打过来的话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现在讲起来可能会觉得残忍 他们把自己那些同胞死掉的尸体往马路上面去堆积 用来作为人肉的障碍 来阻挡德军的装甲车往他们这边走过来 其实当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是蛮动容的 或者说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即使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家人在战火之中 你愿意把他的尸体拿出来放在街上去 当然会不忍心 但是当时他们所看到的是说我要保护我的家园 即使是我这个家人到最后 因为可能这样子的话 你到最后你也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权尸来给他下葬 他可能只是在你一个一关种那边把它收起来而已 有这种状况 所以当时荷兰人他们真的为了光复自己的家园 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这一方面的牺牲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都会觉得说非常感动也很感慨 那后来是怎么样决定要撤退 后来就是觉得说已经打不下去了 一来是这个空降部队他们 损伤太大 对损伤太大 没有弹也没有粮 那后来这个装甲部队也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德军的这个防线 而且他们也一直受到这个德军的这个装甲部队的牵制 主要是第一个是他们一开始的情报不准 虽然当时有人说有装甲部队 德军的装甲部队在这一边 你是不是要做一点因应 但是蒙哥马利亚觉得没差啊没事啊 可以的啦 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想法 还是照常进行他们的作战 那第一个他又没有说听取这个荷兰当地的这个地下这个反抗部队的这个资料 他们也没有去听取这个荷兰流亡政府 当时派驻在伦敦的这个人员政府人员跟军人的这个意见 所以蒙哥马利亚可以说他是一意孤行啊 所以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牺牲 那等到这个牺牲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的时候 最后他们觉得说我这个战线只好就打到这边为止 我不能再往前你说安恒这边就不打了 然后把防线就停在这边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那怎么办 我就要把我前面的人已经过去的人就把运回来 所以他们就趁这一次真的是雨夜啊 就是都下雨的情况底下 那做滑小艇了又做渡船的方式回到这边来 那后来他们就谈了说那是一条对我们来说是太遥远的一条桥了 那后来就因为这本书拍成电影以后 他沿用了这个这个电影的名字 那当然当时台湾的这个片商啊 他们很有很有一个想法 就把他叫夺桥遗恨了 就是最后一条桥没有得到 所以后来这个书名也就跟这个电影就一直走下来了 从以前二十几年前在出版的时候已经用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到辽园这边我们还是沿用这个书 就当时的这个联军到底这个多大的一个伤亡 这个数字大概是上万了 也是他们在一次的这一个登陆作战 或者说这一次的这个主要发动的这个公式作战以下的一个数字 得上万的一个伤亡 而且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的一个结果 所以后来就马上改变了他们这个方向了 就是不再从这边打到这个德国里面去了 当然对德国来说他们就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至少他还有再残传了半年的时间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查理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夺桥遗恨》然后留言出版谢谢 谢谢主持人